阿爺查澳門,豪島谷善低 澳門最近是焦點,崩牙區出來 整個澳門和阿爺都緊張 風雨到未來,怎知豪島谷率先善低 昨天永利澳門和澳國跌半城左右 其他島谷都一起腳軟 因為外地部將北約兒童發工 大大聲說阿爺來換新班子 為了加強監管澳門島業和搭馬仔 最近澳門和內地警方已經動手 抓了幾個可疑人士 還要索取酒店住客的資料 同時就反洗黑錢的監管做檢討 擺明要打地下黑錢活動 還說阿爺開了file 要調查博熙來有沒有在澳門洗黑錢 沒辦法,人民銀行點名說過 澳門是洗黑錢天堂 而澳國CEO蘇樹暉就說 暫時未見阿爺打貪對澳門島業有所影響 有中介人被人拘捕是個別例子? 不覺得阿爺打貪是針對澳門 對澳門島場有什麼影響? 就要到時再看 但阿爺是威是小 有賭客不想拘捕聖誕 每天都忍忍手 豪島估12月的生意 替你凍過水啦!